首先呢,就是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午讲的一些东西 上午的话,我们首先就讲了一个什么呢,这个本地存储 本地存储这个干件的话,实际上在什么面试中有时也会考一下的 就是本地存储大概有三种,是吧 我们首先讲了这个Cookie,Cookie这种本地存储 Cookie这种本地存储实际上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存储方式 就很久以前就有这种什么存储方式 这种Cookie存储的话,它什么,它最大容量只有4K,它的大小,是吧 然后的话,它在什么HTTP请求的时候会携带 这是它的不好的地方,会省好带宽,是吧 然后的话,它怎么在同源的什么呢,这个域下面才能访问 访问这个Cookie,然后它可以设置什么呢,这个有效期限,是吧 设置有效期限之内,它存储,有效期限之外,它就什么 自动删除了,这样子的 那么的话,我们就是操作这个Cookie的时候的话 因为原生的这个操作不好写 所以我们用了什么,一个Cookie的什么,插件,是吧 Dollar.jecory.cookie,是吧 那个插件来做我们的Cookie的设置和读取 这是关于Cookie的 那么目前的话,实际上Cookie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在想在本地存一点什么,临时数据的时候就用这个,是吧 那么的话,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另外两种存储方式,是什么呢 叫Local Storage和Syson Storage,是吧 这两个是什么呢,是我们H5新增的两种存储方式 这个存储方式的话,首先它的容量更大,是吧 它可以达到5兆,以及更大 那么的话,它在请求的时候不会携带上传,是吧 就是说它不会携带宽,那么Local Storage和Syson Storage 区别是Local Storage它是一直存在,除非人为删除,是吧 那么Syson Storage是什么呢,这个窗口在开着的时候是有的 如果你把这个窗口关闭掉之后怎么样呢 这个Syson会自动删除,这是它的特性 那么的话,如果是面试考的话,你就可以说这么几点就可以了 是吧,说这么几点 Local Storage和Syson Storage怎么样呢,它们也合称为什么呢 Web Storage,是吧 然后的话,这个 我们的iPhone的无痕浏览,有时候不支持这个Web Storage,是吧 所以说有时候还得用Cookie 大概是我们说的这个本地存储 本地存储的话,有时候用到 有时候必须用到,是吧 所以说要用这个东西,他们时候的话 不怎么用,是吧 有时候用到的话,就需要用这个东西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么本地存储,我们说了一下之后 接着我们说到了这个移动端的一些什么呢 JS库和什么呢,事件,是吧 移动端的,移动端的这些事件 好,不好意思啊 移动端的这个事件 移动端这些事件的话,跟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鼠标操作的PC端不一样,是吧 移动端是用我们用手指来操作了,是吧 手指的话,它这些事件的话 应该来说的也比较啰嗦 感觉这几个事件,是吧 这几个事件的话,那么也不会单独的用,是吧 不过单独用的时候,我们就借助一个JS库 把它封装好的 封装好之后,我们还来用,是吧 比如说移动端应该是由点击滑动,是吧 就是手指点击屏幕,手指滑动 然后手指拖动,这些操作,是不是这样的 这些操作的话,一般是这几个事件的封装,是吧 不是单独某一个事件,是这几个事件的封装 然后我们借助一些JS库来做这些操作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说的是一个Zipital的JS 这个库,是吧 这个库的话,可能在以前的项目会经常碰到 以前的移动端的项目 我说的是,以前移动端的项目可能会碰到这个 那么的话,碰到这个之后怎么样呢 你就把它当jecorry用就可以了 以前的移动端用了这个库的话 你也不可能什么,把它改成另外一个 改成jecorry,可能会有一点什么差别 所以说你不能动它,是吧 但是你把它当jecorry用就可以了 好 这个Zipital的JS,它就是比jecorry什么容量更小 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移动端的一些模块的 模块移动端,支持移动端的一些模块 刚刚的话就不兼容了,是吧 最近就不兼容了 最近我们的chorm升级之后就不兼容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 那么的话,移动端的话之前是用Zipital 现在的话移动端怎么样呢 它的什么 我们的移动端的性能越来越高吧 因为性能越高,我们的速度越来越不是问题 是吧 速度越来越不是问题之后 那么其中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说,以前我们用原生开发APP,是不是这样的啊 为什么用原生开发APP呢? H5也可以开发APP,是吧 之前因为电脑的性能不高 用原生开发APP的话就相当快一点,是吧 比H5开得相当快一点 那么现在的话,电脑怎么样呢? 现在的手机,它的性能越来越高了 是吧 这个差距拉得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不是问题了 所以说现在趋向于用什么 越来越趋向于用什么 H5开发APP吧 这样子的啊 这是关于这个移动端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接着我们又说到了 是移动端的这个另外一个 酷啊 我说的酷啊 等会我们要学个框架的 是吧 这个是酷啊 swive.js它是一个酷 是吧 js酷啊 那么的话,这个酷的话是干嘛呢 它就是做我们 它实际上这个也兼容PC端 实际上也兼容PC端 那么它主要是拿来做什么 移动端的这个什么呢 滑动的一些效果的 特别是做移动端的什么 滑动的那个什么 我们做的那个什么 幻灯片是吧 滑动幻灯片 然后它当然还可以做很多效果 那么上午我们也看到了 是吧 比如说它可以做整平滚动啊 也可以是吧 那么上午我们讲的是3.0的这个版本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 移动端的一个幻灯片的效果 是吧 那么你用了这个裤子后怎么样 要按照它的这个写法来吧 是吧 它的写法啊 那么这是它的什么结构的写法 是吧 结构是这么写的 然后它里面的GS是这么写的 是这样的 你要按照它来写才可以 然后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在引它的时候怎么引呢 首先要引它的什么呢 这个GS GS的话 如果是不依赖JQuery和Zipto的话 那么我们就引这个是吧 如果依赖Zipto和JQuery的话 我们就引这个 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引了这个GS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还得引这个CSS吧 这个swap.min.cs 那么引完之后 我们才能用它啊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你用这个酷的话 得引两个文件 是吧 一个GS文件和一个CSS文件 好 这是关于这个swap.gs 那么swap.gs 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效果的话 如果实际项目中要开发 要用到 那么你就去看那个网站上面的API 是吧 看它是怎么用的 是吧 它有很多现成的例子吧 你把例子的那个原码拿过来 然后稍微改一下 大概就可以做了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上午讲的一些东西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午要讲什么呢 就讲的是一个框架啊 讲的是一个框架啊 什么框架呢 这个框架的话 就叫做什么呢 bootstrap 是吧 为什么要说这个框架呢 是吧 首先这个框架 在我们前单是比较 使用比较普遍的一个框架啊 那么还有这个框架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 实际实际的去找工作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是吧 我们的应聘要求的时候 有些要求 很多地方要求 要汇这个框架 就是在什么 呃 应聘的一些要求里面 要求汇这个框架啊 所以说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框架啊 bootstrap框架啊 那么bootstrap这个框架的话 跟我们的这个 前面讲的酷有什么区别呢 是吧 我们说的这个 呃 实际上说框架是大于酷的 框架是大于酷的啊 我们说的这个swap.js 它这是一个 单纯它只有JS效果 明白没有 它只有JS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我们叫它酷 是吧 那么bootstrap这个框架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整套的啊 一整套的 html css和JS 一整套的效果啊 它包括一整套的效果啊 就是它包括html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你想做一些结构的东西 那么用它里面的代码就可以了 是吧 做一些结构的效果的东西啊 然后还有css和JS的一整套的效果都有 是吧 所以说的话 它的里面的东西更多啊 我们就可以什么 把它叫做框架啊 呃 那么框架的话 这个 不知道这个框架的话 实际上 首先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已经发展了什么好几大的 而且比较成熟 另外一点 这个框架的话 呃 还有些优点 什么优点呢 首先的话 它怎么样呢 它因为是一些 一些已经写好了 是吧 一些已经写好的这些特效 是吧 写好这些特效之后 我们可以拿来直接用 是吧 拿来直接用 然后的话 怎么样呢 可以加快这个项目开发的进度 是吧 所以说我们很多项目 是基于这个Bootstrap框架来开发的 是吧 包括你们后面开发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这种框架啊 你们做移动端的那个项目的时候 是基于Bootstrap这个框架了啊 后面你们工作中 可能有些项目 也是基于这个框架了啊 所以说这个是 学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啊 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框架 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它什么 它是什么 可以做响应式布局啊 响应式布局 所以说的话 我们用这个框架 有时候是做什么呢 我们做那个 比如说我们日常工作中 是啊 日常工作中 比如说我们做 呃 我们做程库啊 日常工作都有两个工作 第一个是做什么呢 做日常的 那个项目的维护 是吧 比如说以前的项目 我们做维护 这个项目不是新的 这是日常的 做一些修修改改改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工作是做什么呢 就是做那个专题 是吧 一段时间就会做个专题 来促销是吧 做这种专题 那种专题是吧 专题的话 就要求做什么呢 就是要求我们做一个页面 然后适配不同的终端 是吧 呃 不是说针对PC端 做一个页面 然后针对移动端 做一个页面 而是说 做一个页面 同时适配三个终端 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是选一个框架来做 那么选哪个呢 就是选 BODU STRIP这个框架啊 这个框架的话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 天然可以做响应式布局的 啊 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优点啊 因为这优点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让它比较流行吧 然后 现在什么样呢 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啊 比较成熟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ODU STRIP框架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BODU STRIP的这个框架的 它的这个什么呢 官方网站 是吧 这是中文的官方网站啊 那么的话 目前我们这个框架的话 就是有2点 2点什么 这个2点X系列 3点X系列 以及4点X系列 是吧 那目前的话 我们用的是这个 三系列啊 BODU STRIP3的这种系列啊 那么这是它的什么 BODU STRIP3的什么呢 这个 它的这个API文档啊 API文档 那么这个文档的话 应该是 写的比较好啊 写的比较好的啊 目前这个文档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文档的话 就是 呃 大部分的东西写的比较好 那么的话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文档里面啊 就是有些地方 就是理解的不是 不是太好理解的地方 我们来把它讲一下啊 那的话 大部分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档 就知道它怎么用了 比如说它把代码放在那里呢 你把它拿过来 贴上去就可以用了 是吧 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用这个BODU STRIP 是吧 如何用这个BODU STRIP 首先的话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怎么样 需要下载它吧 是吧 下载这个BODU STRIP啊 下载把它下下来啊 好 下来之后 如果下完之后 那么这个BODU STRIP的话 包括哪些东西呢 是吧 包括哪些东西啊 那么这个的话 已经发给大家了啊 后来 那么今天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BODU STRIP 你要用它 包括哪些东西呢 首先是 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BODU STRIP 点什么呢 BODU STRIP 点命点 JS 是吧 这是它的这个JS文件 是吧 BODU STRIP 点命点 JS啊 然后还需要 然后还需要一个BODU STRIP 的 名的 什么呢 JS 是这样的啊 BODU STRIP 点命点JS JS啊 这是它的JS文件啊 同时的话 它还带一个Font文件夹 还带一个Font文件夹啊 这几个啊 这样做的啊 就是需要这几个东西啊 这都完了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啊 好 那么的话 首先的话 我们来做什么呢 来做一下这个BODU STRIP 我们来新建一个BODU STRIP的文档啊 新建一个基于BODU STRIP框架的一个文档啊 好 那么的话 它这里面也有 是吧 呃 它这里面新建一个基本的模板 是吧 这个基本的 基于BODU STRIP的文档 然后呢 这个文档的话 是什么呢 呃 我们可以什么 部分拿着它这个证明来啊 实际上我们实际开发中 跟它有一些不一样啊 有一些不一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新建一个基于BODU STRIP的文档 好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来把这个资源拿过来 是吧 资源拿过来 比如说这个 GDS里面需要BODU STRIP 这个里面有 是吧 好 再新建一个CSS文件 是吧 CSS文件的话 那么就是需要这个BODU STRIP点 什么呢 CSS是吧 嗯 好 这个 这个点CSS把它拿过来 是吧 好 拿过来 好 好 拿过来之后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还加一个Font文件夹 是吧 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Font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是干嘛的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图标的字体 就字体图标 等会我们会用到的 是吧 把图标当成字来用 等会用到这个文件夹的 复制 然后这个文件夹是放到这个CSS文件夹外面的 记得啊 放到这个CSS文件夹外面的 不是放在里面的啊 就放到这里来就行了 是吧 好大概是这样一个文件夹 然后两个一个键 还是文件 一个CSS文件 是吧 好 好 这个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新建一个基于 Pootstrap的文档啊 好 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H5的文件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Pootstrap啊 文档 是吧 或者是要文档 好 把它存一下 存一下之后 然后的话 我们来先新建一个H5的文档啊 新建一个H5的文档啊 然后的话 我们怎么基于Pootstrap呢 首先是我们这个Pootstrap啊 它怎么样呢 它需要引这个什么 JQuery啊 需要引JQuery 为什么要引JQuery呢 我们Pootstrap是基于JQuery的 它是依赖JQuery的 所以说先要引JQuery啊 好 先要引JQuery 先把JQuery引进来 是吧 SR11等于这个什么呢 JS里面的这个JQuery 先把它引进来啊 引完之后 然后再引这个 什么呢 Pootstrap点什么呢 Pootstrap点命点JS 是吧 引这个JS 好 引完之后 然后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再把Pootstrap的JSS引进来 是吧 好 Link 是吧 然后这个是JS里面的Pootstrap点命点JSS 好 那么引完这个之后的话 实际上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这个Bootstrap一般是做什么 响应式的 做响应式的话 它是同时适配PC端 平板以及什么手机是吧 那么我们平板和手机相当于是属于什么呢 移动端吧 移动端之后是不是有个四口的问题啊 是不是有个四口的问题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还得设置四口吧 设置四口到底还记得怎么设置啊 这个是META是吧 然后两点是吧 VP吧 VP啊 这样子的是吧 还设置一下这个啊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 大概这个就是什么呢 基于布鲁斯扎尔普的一个什么文档了啊 基于布鲁斯扎尔普一个文档啊 大概这么样子的啊 四口设置一下 然后引三个资源 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啊 它这个里面建议的这种引法啊 它这里面这种引法 它这里面是怎么样呢 它是把什么呢 这个script引到下面来 看见没有 引到文档的下面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这是它建议的啊 为什么它要这么引呢 实际上的话 这个牵涉到我们的 基于是的性能问题啊 基于是的性能问题 呃 基于是有什么性能问题呢 就是说基于是阻塞加载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的页面 从这里加载到这里来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基于是如果没加载完之后的话 下面呢会停止加载 要等到这个gs加载完之后 才会下面才会加载 这样子 它是阻塞加载 如果说你把gs 把它放到下面来 是吧 把它放到这里来 是吧 那么这上面写什么 写这些结构 比如说DIV这些结构 是吧 这样也行 是吧 这样的话 怎么样呢 这个上面就不会阻塞加载了吧 是不是不会阻塞了 不会阻塞 这个加完之后再加这两个gs啊 这个是可以的是吧 这是可以的 这是他建议的这种结构啊 但是的话 实际开发中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开发中我们是什么呢 是把这个资源 所有的资源都放在头部啊 所有的资源都放在头部 为什么要这么放呢 因为我们实际开发中会怎么样 把这个头怎么样 独立出去 然后给所有的页面共享啊 实际开发中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这个头独立出去 然后用什么 include的把它引进来啊 实际开发中是这样子的 实际开发中我们这个头的话 一般都比较大啊 引了很多资源 然后把它独立出去啊 实际开发中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说这才是我们实际开发中 要用的这种模板啊 所以说的话 它这个这种模板呢 怎么样呢 是属于学员派的啊 这是属于学员派的文档啊 所以说学员派有时候怎么样 跟实际中是不一样了 是吧 这是属于学员派的啊 我们实际开发中是这样子了 是吧 把资源全部放在头部啊 是这么做的 好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什么呢 基于布图斯加布的一个文档啊 好 这个是比如说 这是布图斯加布文档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新鲜的这样一个文档之后 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的用它是吧 如何用这个布图斯加布啊 好 如果用这个布图斯加布的话 那么我们就从什么开始来 从这个布图斯加布的核心的东西讲啊 核心的东西开始讲啊 那么布图斯加布核心的东西有哪些呢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布图斯加布的一个容器啊 布图斯加布容器啊 布图斯加布容器是什么呢 就是 布图斯加布它是一个什么呢 响应式的一个什么呢 响应式的一个什么 呃 一个框架啊 所以说它的容器的话 好 那么它的容器的话有两种啊 第一种容器是什么呢 属于流体的容器 实际上这个流体容器就是什么呢 就是百分之百啊 宽度是百分之百啊 然后还有一个容器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它的什么 这个响应式容器啊 这个响应式容器是怎么呢 它就是按照查询 查询的这个什么 区间来变化的 按照查询的区间来变化的 什么变化呢 就是说布图斯加布啊 它就是按照这几个区间来变化 哪几个区间呢 比如说首先是大于1200 大于1200的时候 这个容器是什么呢 就是1170的宽度 这个容器就是1270的宽度 然后是大于992 小于1200的时候 这个容器的宽度就是970 然后是大于什么 大于768小于992的时候 它的容器的宽度是750 再就是小于768的时候 它的容器的宽度变成百分之百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容器是怎么一回事啊 说我们所说的容器实际上是 它里面写好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这个这个是流体的容器 它的样式就是这么写的啊 你按照这么写就可以了 比如说container fluid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容器的话 也写container 就行了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个实质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好这个先存一下 然后把它定存一下啊 比如说 这个是暂时00什么呢 006啊 006 然后是PoodooShift的容器 是吧 容器啊 保存一下啊 好保存一下之后 然后它的容器是怎么写的呢 啊 就这么写的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拿一个什么呢 啊 DIV是吧 拿一个DIV 然后是class的 什么呢 container 是吧 container 然后是fluid 是吧 fluid 这是它的什么呢 流体布局的容器吧 好 流体布局的容器啊 好 这个容器写完之后 比如说我在里面写点字啊 写点字后 我们来看它的效果 看它的效果啊 看它的效果的话 这个效果的话 看不出来是吧 没什么效果吧 只有这个字啊 然后我们想 看一下它的实质的这个大小和宽度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初始的样式给它啊 我们把样式给过来啊 比如说这里面写点样式 好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 我们附加一点样式啊 container fluid 是吧 container fluid containerfluid 然后是 比如说 把它的高度给它一下啊 高度的话 就是给它一个 50px啊 然后把它整体 给它一个边框啊 border 然后是 一像素实现 给它来个 gold 来个黑色吧 黑的一个边框 是吧 这样子啊 背景色 给它来个gold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它的大小啊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样式的 什么 它的效果啊 把它加上这些东西啊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它大概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容器啊 这一个容器的话 看一下 它默认的是 百分之百的宽度吧 百分之百宽度啊 比如说我在缩小的时候 这个宽度是不是会变的 是吧 自动会变 看一下 是吧 自动会变啊 这次就是百分之百的宽度 是吧 百分之百的宽度啊 好 然后这个容器记得 它的容器的左右啊 有什么呢 有15的这个间距 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打开检查一下 这个容器啊 这个容器的话 看一下啊 它左右啊 这里面是吧 看一下 它的左右有15的间距 看见没有 是吧 这个是不是有 pounding left和pounding right啊 pounding left和pounding right啊 它左右有15的这个间距 所以说我们这个文字是怎么样 就是离这个有15的什么间距吧 啊 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流体布局的容器 就是说我们在做百分之百宽度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效果的时候 用这个容器就行了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容器啊 另外一个容器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呃 流体布局的容器啊 不是流体布局 就是响应式布局的容器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用这个 换行把它啊 把它隔开啊 换行把它隔开 好 好 接着是什么呢 DIV啊 clusty什么 container啊 这个就是它的响应式布局的容器啊 好 这个的话 假如说是 这个的话啊 这个是流体布局吧 流体 流体容器啊 这是流体容器啊 这个是响应式容器啊 响应式容器 好 这个的话 我也给它一个样式啊 也给它这个样式 打个逗号 然后是 点是吧 它 好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是吧 把它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响应式的容器吧 看一下啊 响应式容器的话 这个时候的宽度是什么呢 我的屏幕是大于1200的 所以说它的宽度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宽度是1170啊 这个宽度是1170啊 然后它也有15的间距啊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15的间距啊 这个地方啊 15的啊 好 大家看一下我在什么呢 我在缩小这个屏幕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啊 缩小这个浏览器的时候 好 比如说我在缩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啊 是不是又变了啊 是吧 这个时候变成970啊 变成了970啊 好 我再缩的时候啊 再往后面缩的时候 这个时候变成750啊 再变成750了啊 750 然后再往下缩的时候 再往里面缩啊 好 再往里面缩的时候 它会变成100% 看到没有 是变成100%啊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是100% 好 好 这是关于它的容器 那么的话 它这个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用了 用了什么呢 媒体查询吧 媒体查询之前我们讲过吧 媒体查询啊 就是根据这个屏幕的宽度 动态的设置它的宽度 是这样的啊 到了一个区间之后 我把它宽度调成一个什么呢 调成一个这种宽度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它的这个容器啊 容器的这个写法 好 嗯